一大清早 国民姐夫还躺在被窝里 妈妈厨房 已经准备满桌 丰盛早点 韩国相亲实际节目 将剧剧业与母亲互斗完整呈现 两人画风一转 立刻出现敏感话题 看来大S的婆婆渴望抱孙子心情 表露无遗 52岁的居俊燕被妈妈呵护在掌心 也让大S未来婆媳生活备受关注 而早一步成为韩国媳妇的天心 大方分享 较占心得 行大礼这个环节 我们比较没有这么的严重 这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很有意思 捷运走出来 就突然就有人跟我老公鞠躬 就真的是举那种90度 然后我在旁边我心想 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场子 就是怪怪的 同样亚洲国家更注重礼仪的韩国 让台湾媳妇一开始不太习惯 希望她很喜欢吃泡菜 因为你知道韩国到哪里都可以吃泡菜 她是连你去吃意大利面 汉堡 她旁边都还给你配泡菜 我觉得她要慢慢习惯这件事情 过去长时间吃素的大S 前一段婚姻曾传出为了生孩子 在长辈要求下开始吃肉 这回换成泡菜 也得好好适应 而未来时费心的 除了陌生的韩国婆婆 还有截然不同的异国 风俗民情 八达新闻综合报导 锁定八达民生新闻 记得按小铃铛哦